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她的爸爸得知消息 内心非常非常的着急 这个女儿平常很节俭也很孝顺 这么乖的女孩 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失踪呢 没想到一场邀约 朋友说要还她钱 却是踏上了这一条自亡之路 端午节要到了 大卖场相当热闹 有试吃促销活动 也有好多民众等着要结账 但收银台却少一个人 她在这个大卖场里面上班 她平常的一些作曲都相当的正常 阿如阳光乐观 她更是个工作认真的好女孩 在大家印象中 她是不可能会在工作 最忙碌的时候无故矿指 公司的干部 就是他们的这些同一班的干部 就认为说奇怪这个 女孩子怎么这几天都没有来 就感觉有意状 因为建教合作 所以阿如从高雄北上 到大卖场实习 毕业之后 他就留在台北工作 而且他省吃俭用 这个小孩子也蛮有向上心 他很有心说要往上再念书 要去改善他的生活 所以他就从南部来北部读书 以外建教合作的 没有去上班 那么到他在土城的租屋处去找 能找到人吗 在高雄的父亲 接到派出所通知 作为爸爸 实在心急如焚 他还说六月份他要回家了 他要放假三四天 所以我说好啊 很乖巧 很乖巧的小孩子 孝顺又乖巧 是大家眼中的好同事 更是爸爸心中的好女儿 到底碰到什么状况了 这天晚上一通电话 打到新北市行大的办公室 那那天要下班了 差不多八点下班 我们大概到七点半的时候 我们那小队长就跟我讲说 队长有一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可能很大 涉及到一个杀人案件 因为这几天来 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不安 把他准备来 来这位我们这个标志手 一名装姓男子 说自己杀了人 犯案之后 他天天作恶梦 所以决定主动投案 他共识说 他把他丢在土城的某一个山区 他这样描述 说是在土城那个地方 我也不大了解说 山区是哪个地方 他就带着我们 一直就往山区上面走 道路越来越小 人也罕至 就这么一步一步的 继续往前行 那个路蛮小 而且旁边都长满了一些 一些杂草很多 那只是个产业道路 那产业道路真的很难选 那他就一直在一直 讲到要怎么到哪里 一直往我们 就把他带到现场 他就跟我讲说 在那一个电线杆的旁边 深夜山区里 警方拿着工具 在现场来回搜证 没多久在山沟 找到一名女性遗体 疑似遭到勒弊弃尸 警方发现时 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三天 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 死亡三四天了 尸体不成人形 装性男子残忍杀了人 这一刻他却良心不安 不敢靠近 他在路上经过一个 金纸店的时候 就要求同仁说 能不能停个车子 他去买个金纸 等一下要烧给那个 被爱者也就往生走 我们要带他过去看 他竟然不敢 他说他不要他不敢 他有点内疚说 他有点对不起他 眼前这具冰冷冷的遗体 就是阿如 原来庄信男子 曾经在卖场担任保全 想要追求他 每天都在那上下班 那有一天就发生个车祸 因为这个车祸之后 除了自己车子要修理之外 可能也要是赔对方 那个车损的部分 发生车祸得要赔钱 又不断被死者追讨 激欠的八千元 让庄信男子心生不满 这一天他假借要还钱 把人约出来 却是要把人给杀害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他会被杀害 阿如北上打拼 他一个月的薪水不到两万块 不过他租最便宜的房间 他省时俭用 还寄钱回家 阿如对未来怀抱着梦想 没想到这一副约 却是死神的要约 他能够把他气势在这个地方 绝对不是他一个人 所能做得到的 对于案情 他还有所保留 直到这一刻 他才终于全部坦白 你有心来自首的 你何不把这整个案子讲清楚 我们都跟他讲一些 比较心里面的话 到最后他才供出来说 还有两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到有时候是有另外那一个女孩子 打电话给被害者 他才从罗上下来 果然监视器拍到 当天包括装性检犯在内 这一群年轻人 共乘三步机车离开 无知 所以他们才不怕 他们如果说 只是跟他去而已 没有怎么样 没有做什么 可是他一起 那个装弦 他还在讲说 他当时在乐他的时候 乐到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再由另外一个来 继续接手在乐死那个女的 但他们跟阿如无冤无仇 面对这一刻 装性男子的残忍 他们对阿如最后求救的眼神 却是这样的冷血 甚至视若无睹 为什么没有阻止他们杀人呢 你在后面看到 为什么不阻止 那一队的情侣党 还站在旁边 还在划他的手机 好像若无其事 这让人感觉到说 真的这个社会变了 要变得这么冷漠 杀了人 还拿走死者身上的700块 四个人要分 所以算一个人才200多块 其实他们这些人真的是 还是把钱给分了 遇到林姐 全身而退 接下来拿着分得的钱 去饮酒作乐 讽刺的是 还跑到宫庙里拜拜 现在谁走上来 这两个啊 这个 对啊 这两个哦 出现女子被杀的当晚 接近深夜12点 庙里的监视器拍到 两名男子的身影 一名穿着白衣 染发的理性男子 他就是接手将被害人 活活勒死的嫌犯 另一名穿灰的绍兴男子 他当时非得没报警 还冷眼旁观 眼睁睁看得被害人断气 他们现在有宁怒山区 气势完后 就到山下的庙里拜拜 理性男子在庙里 还不断地来回舵步 似乎良心不安 都醉了啦 有点早上来 他们都一些人 都在那边躺在那边睡觉 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 至于庄姓祖贤 则是瞒着其他人 偷拿走死者的提款卡 还将账户的现金提领一空 我问他说 身上来多少钱 他真的实在是穷到爆 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没有钱了 发光了 几千块都自己已经都发光了 庄姓祖贤因为良心不安 一直不断做噩梦 三天后向警方投案 案情水落石出 但就算真相大白 无辜的性命也不可能回来 他们犯下的过错 也无法磨灭 他不知道说他犯了这个案子之后 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有多严重 有多严苛 强盗杀人 他的行则都很重 都是实行无期徒刑的 甚至十年以上 台湾大事不可能半会计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再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事长期 您的家居是由我们 最值得鼓励跟支持 啊 不贪罢没机 赶快动手加入我们的会员吧